本卷 从今中第四品 发葬因地 至第十品 戒约作福品 祥辰弥陀因地 见佛文法 猝发大心 无界金勤 极得大悦 这一句 这是说明详细的陈述 阿弥陀佛的因地 让我们知道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 我们学净土不能不了解 真正认知明了 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 才能够生起信心 他不是神仙 不是无中生有的 他确确实实是有来历的 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 过去身中 因地修行 今天成佛了 在因地的时候 见佛 这语言非常殊胜 见佛 文法 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看到弥陀佛 因地 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见佛 有没有文法 说实在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缘分 有人得到了 有人当面错过了 这什么原因呢 过人自欺 我们自欺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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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业障 迷惑的程度不一样 那么更佛跟业切众生的缘也有浅身不同 有的缘很浅 有的缘很深 很深 能尝试起 清净了 缘前的一生当中 或者只见到一次 两次 三次 这是缘分 浅的 但是 无论缘神 缘前 没有不得理的 缘神 他要是真能抓住 这一生能成就 缘前的人 统统中了上根 都是来生后世 修行正果的应有 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哪怕只一生只听过一句佛号 只看过一次佛像 功德都不可思议 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 一裂耳根 这个金刚种子就种下去了 永远不会舍掉 往后 什么时候 预言 这个种子 它就会成熟 那我们就晓得 我们这一生当中 建福 文法 预言很深呢 肯定 这个因都是过去生中种的 也许是无量借钱种的 这一生又遇到了 这个种子起先行 产生了力量 让我们对于佛法 对于尽踪 深欢喜心 向往 希望这一生呢 也能够深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都不是偶然的 见佛文法之后 最重要的是发心 不发心 这一生就空过了 真正发心 在认真修行 这个修行 我们古大德常讲 常识熏修 我们在此地看到 阿弥陀佛的因地 他用多长的时间呢 五节 一节是多长 经上讲的节 没有说小节 肯定就是大节 一个大节 是我们这个世界 什么世界呢 苏普世界 这大世界 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 五次 沉住坏空一次 这就大节 沉住坏空 五次 现在科学家讲的 周期性 大宇宙 还是有周期 有这个周期性 你就知道 人家修行时间长啊 不是短时间啊 这么长的时间 勇猛精进 才结得 大约了 这个大约 就是 四十八约 在本经 第六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